欢迎各位亦友全面进场 5月2日礼拜二的第二节 我们一起去跟进一下香港的最新情况 有两个消息要和大家分享 第一个消息 在昨天位于中环史丹利街的一乐烧饵店 爆发了严重的肢体冲突 一名大陆旅客竟然间对老板娘动手动脚 而老板娘的两个儿子健壮马上上前阻止 结果演变成为运战 老板娘今天接受媒体访问的时候 就指称大陆旅客要求带着BB车进去店铺里 在被拒绝以后 那个女客竟然间对着老板娘的头起势 第二个消息 在过去几天 香港迎来了大批标榜平价的旅行团 HK01的记者就放射 发现有导游不断地在现场发工 催促旅客尽快购买 而且还喝清 不买东西只站的话 麻烦走出去 有旅客不甘受辱 打电话去旅行社要求退团 好了在讲下去之前 首先要呼吁各位益友记得免费订阅我的频道 多谢大家的支持 我们先去看看昨天在一乐烧饵店爆发的那场冲突 究竟来龙去脉是怎样的 实际这家一乐烧饵店原来是很文名的 是米芝联的一星餐厅来的 那我就没有机会去试过 但是既然拿得一星 想必他的食物质素 都是不错的 如果有益友帮衬过 那又可以讲一下 究竟他的食物质素是否很棒的呢 反正怎样都好 别人打开门口做生意 又深受旅客的欢迎 小红书上面都有推介 想必对游客的态度 一定就好得加零一 那为什么都会爆发冲突呢 我们看看老板娘怎样说 HK01今天特意去到那家店 访问老板娘朱太 朱太亲身聚述了昨天的事发经过 原来司习的大陆游客 昨天一家五口去到了烧饵店门口的树牌队 起初的时候那男人就提出 说要带一部BB车进去店铺里面 但是老板娘就说 喂 店铺里面的空间太小了 这么窄 是吧 你怎样放进来呢 不要了 于是拒绝了那男人的要求 那男人呢 竟然间 就起势地打老板娘的头 就说 老子一定要先来 然后又推老板娘 一定要进去 这些就是充满着 肢体暴力 和语言暴力 你一个男人对女人说这句话也不对 什么叫老子一定要进来 这些是与大相关的 是很可耻的 他不单止是说那部BB车的 这些男人 真的是垃圾 这些其实是在外国可以提高的 双重的罪名 不单止是说他 作出这个肢体暴力 这么简单 这些是语言的暴力 是不是 有些暗示的成份在里面 这句话有其他意味的 是很不对的 朱太就说 这个女客的态度十分恶劣 当她是好像工人那样 什么都要服侍她 当时由于她被人刺 又被人推了 感到很惊慌 幸好她两个儿子见到的情况以后 立刻就涌上前 拉开了这个男人 朱太就说 在争扎期间 那个女客又曾经推葬她 她的儿子在拔开那个女客的时候 也是手部都拆伤 因为那个人不断挣扎 那个女客原来很高的 一米八几的 还捉住她的头 多厉害 实在是太没文化了 后来那个女客竟然自行报警 警察赶到调停 后来 将这件案件列作九分 没有人被捕 这些叫做什么呢? 是恶人先告状 明明是你自己不对的了 竟然还可以去报警 说想抓人 不知所谓的 这些女客 如果她认为 这个老板娘所提出来的要求 是不合理的 她可以怎么做呢? 可以讲道理 如果是说不服的老板娘 那可以怎么办呢? 你可以不光顺的 钱在你手上 是不是? 你就用钞票去投票 很简单 你不吃一落烧饵 就吃其他 你又要吃 人家拒绝了你的要求 而你认为是不合理的时候 你竟然数珠暴力 这是肢体暴力加语言暴力 你说这些人多无耻 这些人是无乃 实际这些问题 是很容易解决的 你就平心静气地说 再加上那些什么婴儿车 绝大部分都是摘蝶式的 你就摘蝶子 那婴儿手抱住 坐在一起行不行? 我又不信了 难道那个婴儿车 不可以摘蝶子 难道放在家里 就这样摊开它? 那不是很压顶? 所以呢 这些游客 真的似宠生 以为自己顾客就是上帝 最错就是这个 要互相尊重 大佬 外国没有这些东西 根本上刘德华的广告都错了 以为顾客所提出来的要求 一定是对的 外国不行 如果这些野蛮人去到外国 走去对着服务员、侍应生 用一些极不礼貌的态度和言语 来对待的话 人家是有权拒绝招待你 恕不招待这些人 因为你没有文化的 回去自己住吧 不要去餐厅吃东西 至于说朱太太那两个儿子 就值得一赞 非常之效益 见到老母亲被刀 立刻上前 毫不怕事 要赞一下他 做得好那些好人好事要赞 那些贱人贱事就要丙 好了 这家一乐烧鵝店 都已经是开业多年了 老板娘说 过往也曾经试过 跟食客有口头争执 但是绝对没有说要动手 是吧 等得内吵一两句 就当然会有 打架就没试过 没有礼貌的那些人客 都当然会有 但是那些好小事 最多不管他 老板娘又说 自从上周五黄金周开始 都会有很多大陆旅客去帮衬 那些烧鵝都卖了 事件就没有令到老板娘 对旅客留下什么怀印象 他说大部分旅客 都是有礼貌的 相信这次事件 就属于个别例子 这个老板娘也挺懂得说话 是吧 既丙了这个野蛮旅客 他又没有得失其他旅客 就算是这样 没办法 他要做那些旅客生意 抓紧就命 对吧 难道真的夹他们什么 米饭班主 所以 在这件事上 当然是那个旅客错了 你看看 别人根本上 已经很容忍你那些伙子 对吧 无论你走去托他也好 怎样托他也好 别人都很懂得说话 就说都理解到那些食客 等得久 是会有情绪的 又是的 香港的天口那么兴奋 再加上他的店铺 街铺 那些食客在门口排队 在马路边那里 会有些烦躁不安 都正常的 但是就没有说大打出手 这些根本就是危害社区安全 不讲道理 不讲文明 直接是没有文化的 老板娘的判断正确 所以你怎样去说好香港故事呢 澳门昨天有一宗 在赌场互偶 这宗就去打老板娘 那些世人旅客看到 吓得鸡飞狗走 送机票就没用 对吧 你不送的时候 别人就不来 不知所谓的这些旅客 好了 接下来我们看另外一宗消息 HK01的记者 在4月29日的时候 加入了一个 880元人民币的 两天精品游旅行团 看看究竟 他们在香港的树是玩些什么 行程是怎样的 怎样 不知里头那些见闻都挺吓人的 这个旅行团呢 就是4月29日出发 4月30日就结束了 就两天一夜的 团费呢 就是属于中等价钱 报名的时候 就声称 是包埋入海洋公园的 而第二天的行程 亦都列明了 会在上午 走访三个指定的购物点 报名的时候 一定会给你一个行程 你看的嘛 没有说只是 豪华团 精品团 什么团 行程都不知道 鬼报名 所以那些团友 其实一早就知道 究竟行程会是怎样的了 旅行团在4月29日 上午10点钟 就顺利过了海关 抵达香港了 但是开始不到10分钟而已 有些团员就开始和导游 就有些争扎了 导游在讲解行程的时候 就强调 这次你们参加的旅行团 是有购物行程的 就跟那些团友说 如果你们觉得有问题 那就麻烦自行来和旅行社沟通 因为我做导游 我就不是这个行程的制定者 我是执行者 我是前线工作人员 来的 好了 导游一宣布完那些行程以后 有些团友就质疑了 你把所有的景点的行程 都迫在同一天 第二天 全部都说去购物 我们感受到很难过 有团员就担心了 你这样编排行程 自由活动的时间很不足 于是纷纷就抗议了 起控了 搞事了 好了 导游和团员因为这个行程的问题 还一度僵持不下 来自大陆的领队就居中调停了 又安抚团友 就说 可能 这个香港导游说的普通话不好 大家沟通上有误会 没事的 没问题的 珠宝店和手标店 这两个购物店 都是 国安排了个半钟行程 很少的 因为香港的景点 很小的 路线又顺路为主 所以大家不需要担心 然后那些团员听到有个导游 用普通话来跟他们说话 就纷纷售落了 行程后来其实有所改动的 第二天除了去那些购物点以外 也有去到星光大道 那星光大道就没有在 预先公布的行程里面 再列出来的 然后大陆领队就再向团友说 一听你就知道你是没来过香港的了 实际香港的景点 给你去半个小时 你都要骂我 像太平山顶那样 几个东西放在同一个地方 给你去拍照而已 那你又能够拍到什么回来 现在说放你半个小时 你说不够 到时我给你半个小时 你都要骂我 你走完行程就知道 香港只是弹圆之地而已 这个大陆领队就很深明那些 旅客的心态 他根本就是去打卡 总之 就到此一游 差点就不让他黑字 不然他就用那些颜色笔写上 到此一游在篮杆上面 就是这些人 他总之去到拍张照 自拍 那就是这样 所以半个小时洗鬼 一落旅游巴 给他两三个字 什么都搞定了 走多两行又要去另一个景点 根本就好像赶鸭仔 这些鸭仔团 不过先说 那些团友起哄的情形 根本上整件事 就是垃圾旅行社 再加上那些战团客 大家雷斗雷 战斗战 就是一群这样的人 那些旅行社 摆明居马 说这些是平价团 但是第二天 就要求你去一些 这样的劏客场 要你去购物 他就写出来 因为现在不可以不写 你不写 你擅自安排那些人去 那些人会去投诉 那你那间旅行社就麻烦 他又写出来 其实团费可以安排到这么低 就是在那些劏客场 那里 淹回你 那些团客又是贱 你明知道有这个行程是写了出来的 你不要说没有看 这些什么旅客 你就知道 你是在拿着他好处的 为什么可以安排到这么便宜呢? 那个行程 就是因为 在那里会淹回你 不是哪里这么便宜 下到香港的时候 又说不想去 如果是不想去 你早就不要报名 不要告诉别人 下到香港才知道 要第二天去购物 人家写了出来的 大哥 不是哪里这么便宜 八个水给你两天一夜 酒店钱还没够 是不是 所以这些人 其实就是 战斗战 所以你的旅游业 哪里有得搞得高端 金属 别人有贵金属 贱金属 旅客都有 贵旅客 贱不是说财富的高低 而是他人格的高尚 或者是低贱的 你明知道 互相在找路 趁 旅行社又想淹给你的旅客 那些旅客又想 拿回旅行社的好处 然后又在那里吵一大轮 有什么意思呢? 去旅行 去得这么辛苦 去得这么贱格 干什么呢? 你自己报名就可以了 对不对? 反正他们拿了赴港签注 他可以自由行也可以的 他一定要跟这些旅行社 博猛而已嘛 都是想无非 对不对? 所以根本上 你这样搞这些旅行 你本身的那些 导游和团友之间都有矛盾 然后他又下来苦瓜干的 口面凶口凶面 又觉得别人虐待他 觉得别人前世欠了他 你说有什么办法 不会搞到整个社区这么多矛盾 这么多怨气雷气才可以的 因为你招待这些人回来 都是负面情绪的嘛 老老实实 去旅行 问香港人 十居其九都告诉你 是开心的啦 除非在当地 遇到一些被人找老衬 或者是 谋人纸、黑店等等 但是哪有像这些 刚刚线过了关 就已经可以吵了 而且是找来吵的 接着第二天的行程又如何呢? 大陆的领队在吃早餐之前 就开始了长达20分钟的温情喊话 他首先强调 团费这么低廉 只是这个团费 如果自己出去租酒店都不够了 那些钱呢 就是香港政府 为了帮旅游业提振起来 所以我们也需要帮助一些商家 我也不知道他说什么 特区政府不是有补贴这些旅行团的 还是大陆领队来说那些大头说话 搞清楚这件事 他说那些费用是香港政府 为了把旅游业提振起来的 即是怎样呢? 有没有补贴成份? 最好的议员追问一下 有三几个正常点的田北辰 江玉宽、謝偉俊等等 为什么导游会说这些说话呢? 这个是领队,这个不是导游 这个是领队 他又温馨提示那些团客 要将心比心 如果是你的儿子 你的亲戚站在你面前 帮你服务了两天 然后什么都得不到 你会有什么感觉呢? 希望大家捧一捧牆 有经济实力的 捧一下钱牆 没能力的 都买一些小东西送给朋友 能够支持多少就多少 多多亿钱少少无区那种 总之去搞这些很低廉的 情感勒索 服务了你两天 就给五元鸡贴士了 哈哈哈哈 不是想怎样的 真是多鬼余的 还能够购买那些不等花的东西 还有那些是谋人指的 明知道你劏客的了 实际上那些劏客场 都不是香港人开的 很多都是大陆人自己开的 劏自己有 布置都卖过很多次了 好了 领队讲完 就轮到导游接力了 就介绍各样的产品了 有颈链又等等 还说香港的购物点是有旅游局监管的 不像内地的市场这么乱 不但没有假货 更是有全世界最好的售后服务 旅游局监管那些购物点 这些也是吹出来的 旅游局最多监管那些旅行社 不可以引渡那些旅客 强迫消费 怎会监察那个店铺 关他鬼事 是不是 好了 接着这个导游又开始渗了 哎呀,我底薪很低 只是赚你的佣金 你们团友买100元 我就只有2元佣佣佣佣 唉,真是带团有压力 所以我就说 刚才我那个5元佣佣不是开玩笑的 说呀,既然你买100元 yet 就付即уд 所以你就只有2元佣佣佣 你與其要那个团友买250元 你才六元佣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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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佣 不如叫旅客没有人给5元佣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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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礎 说这些话,对不对 你带团有压力,赚佣又成 怎样呢? 我就不信了 他真的赚了两元鸡佣这么少 找来说 不是你落足嘴头赚了两元? 好了,接着他还说 在店铺里面 他会不厌其烦地催促大家 去多点看看东西 就说,免得被人看见 我带团进去,为什么每个人 一绿木都冻在这里 虽然我脾气都很好 但是我会跟着你们的 老板追我,我就追你们了 希望大家能力有大小 心意就没分大小 合作愉快,理解万岁 这些根本就是很典型大陆的 做过去的方式 听到都无管动了 好了,然后旅游大巴 就停在红磡一家专门接待 大陆团客的珠宝店 原来2015年的时候 同一个位置 以前也是开珠宝店的 曾经是发生过一宗死亡事件的 有个大陆的旅客 因为购物的问题被集击 然后被捕捉了 现在换上了另一个名字 但是也是卖珠宝的 店铺里面虽然不大 但是里面堆满了客人 商品从贵价的鑽石、金链、手标 到玉、珊瑚都一应俱全 便宜价的药、保健品、装饰品都有 行程安排在这里逗留一个半钟 但是有些旅客严长 不少老年人不到半个小时 便开始蹲地 接着导游就会靠近团友 说去看看东西 那不就是看他死人头吗? 那些旅客预了不买东西 不然怎么会一过关 就在那里吵 记者观察到 在现场有另一个旅行团 又是那些团客和导游爆发马战 因为不想买东西 导游就渴戏了女客 你这些人不买东西 不要站在那里 麻烦你走出去 接着被人夹的女客 当然是一怜不爽 于是出了那间珠宝店 马上打电话给旅行社 要求退款和结束行程 拿着电话就不断伸 你香港的导游很差 强制购物 还有什么好说 不买东西就给面试人看 我要退团 旅行社回复他 你的行程已经去了一半了 最多退回五个水给你的 于是这个团客 竟然死死地气 又说继续跟回团 这些就是犯贱和裸虎离身 真的 去旅行去到这样 何苦呢 不如回家睡觉吧 老实说这个五一黄金周 我想很多市民为了避免去那些人潮多的地方 都少了出街 免得跟你那些人头迫迫 贪过人 好 这一节先说到这里 多谢大家收听 拜拜